戒選對於民進黨來說 這兩個字很好用 因為我們來看到 只要有什麼議題提到 他們都說是戒選 好 法務部呢 查境外勢力戒選 結果呢 在送出去的報告當中 竟然把新住民列為首位 後來經過這個在場的人士提醒之後呢 改成在地協力 好 因此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這個是台中有到大陸的里長 現在被約談了 而且呢 還波及到旅遊業者 有50家的這個旅遊業者都被調查 好 中檢說呢 是針對違反選霸法 還有反滲透法來查辦 但是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剛剛說到這個新住民列為首位 這件事情 法務部後來他們就立刻調整內容 接下來來看到針對里長這個部分 立委候選人廖偉翔 他說有里長跟檢察官說 自己幫廖偉翔 但是也有幫這個民進黨 張廖外界來站台 為什麼還被約談 結果檢調單位竟然是回他 三個字 算你衰 好 針對這一連串的部分呢 王鴻薇他有說 民進黨你要新住民選票的時候 說他們是家人 結果呢 現在呢 說他們借選是要查水表 他說新住民到底何罪之友呢 好 針對這個部分呢 侯友宜他提到了 新住民被控猴帽子 只是冰山一角啊 民進黨呢 常常把多元社會 掛在嘴上 其實都是在騙票 應該要道歉 好 賴清德的說法是 他呼籲侯友宜 你不要再幫中國講話了 好好守護台灣民主好嗎 好 柯文哲則是提到了 民進黨每次選舉都靠中國 這一次又下決定要賣芒果乾 到底根本就沒有其他招了 這個借選的部分呢 我想問一下大謙哥 你怎麼樣看 這里長到對岸去旅遊 然後呢 結果說他們違反了反滲透法 民進黨在這個時候大動作的來辦這個中國大陸借選 當然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在選前的最後兩週 他們犯了兩個重大的錯誤 那麼他們必須要去轉移這個焦點 沒焦了 如果他們沒有辦法在借選的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試圖在新聞上做一些平衡的話 他們犯的那兩個錯誤會嚴重的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那麼第一個錯誤就是高端的這個董事會的錄音帶流出來 那麼這個董事會的錄音帶流出來到現在為止 高端一直沒有否認說這個董事會的錄音帶是變造的 他從來沒有強調這件事情 他只說這中間可能沒有完整的呈現原貌 那麼而且在這個董事會的錄音帶流出來 如果是偽造 如果是用deep fake造假 那麼高端早就可以出來說沒有這個會議 沒有這些人沒有說過這些話 但是顯然他們也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澄清 所以這些事情對高端的這件事情 又重新燃起了台灣人民對於高端長期以來的這個疑慮 就大家心中有個疑慮一直埋在心裡 民進黨不讓大家知道真相 那麼大家的憤怒 大家的疑慮在這一瞬之間忽然又引爆了 特別是在你看到他的那三段的錄音帶裡頭的這個內容 包含他提到的價格的問題 那顯然明明就不用這麼貴 那為什麼要這麼貴 那麼原本這件事情是各說各話的 因為你沒有董事會的錄音帶做佐證 你原本他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他就告訴你說就是要850 就是要800多 所以我881不算貴 但他現在明白就告訴你說我700其實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到881 這件事情就重重的打了當時的這個民進黨政府一個臉 那麼第二個重點是你看到在那個錄音帶所披露出來的另外一個態度問題 什麼態度呢 他就告訴所有的董事說 我研發新藥跟研發疫苗不一樣 研發新藥是0跟1的 是有效跟沒效一翻兩瞪眼 可是研發疫苗是60分跟90分 所以有沒有效坦白講很難講 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出來高端在研發高端疫苗的態度問題 他的態度不是說我要追求有效追求90分 而是他只是告訴大家說別擔心 意思就是說就算這個效率比較低 其實外界也很難說話 因為疫苗本來就是一個分數的問題 所以當你看到這個錄音帶在廣為流傳的時候 凡是看到錄音帶內容的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樣的憤怒 就是說原來你們高端在研發疫苗的態度就是這樣 原來這個價格竟然被扶爆了這麼多 所以高端這件事情當然對民進黨來說是一個重傷 如果民進黨在選前不管這件事情 當然我相信民進黨本來打算不管 但是問題是這件事情也很難不管 因為在野黨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所以他們現在必須要去延商一個止血的政策 就回到我們剛才先討論的 因為我跟亮哥以前都當過立委 我們知道臨時會 黨團需要哪些人來討論 就是不管是民進黨或者是國民黨 要不要開臨時會 絕對輪都輪不到像什麼薛瑞源跟賴伴這種人 跑來參加的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要不要開臨時會 就是找院長 找立法院秘書長 如果還要找黨團 找黨的秘書長 就這麼幾個人而已 大家坐下來瞧說要不要開 要開是怎麼開 不開是怎麼不開 所以這個忽然之間 你說把這群人 把什麼薛瑞源 把賴伴都找來了 然後你說這是為了要臨時會 除非這個臨時會 當時題目就寫著 就是針對衛福部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就算針對衛福部 也輪不到賴伴呢 該個候選人什麼事情呢 所以基本上 這就是王王會怎麼質疑的 就是你在這個時刻 急急忙忙的 把這些人找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為了 要喬一個答案出來 想辦法暫時止血 因為這件事情 如果不給大家一個交代 在選前一直不斷的延燒下去 以現在差距拉鋸 這個這麼近的狀態之下 隨時都有可能翻牌 誰都不知道 尤其是高端這件事情 恐怕在台灣 已經是不分黨派 不分立場 不分統獨 大家共同心中的疑問了 那麼第二個關鍵問題 是因為賴清德的失言 賴清德對於中華民國的不屑 對於中華民國 說中華民國就是個神話 中華民國是個災難 這些談話都造成了 要連蔡英文都要親自出面 幫他擦屁股 那麼不僅是引起了 兩岸之間的問題 當然也引發了美國的疑慮 那對台灣內部來說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賴清德長期以來 一直擦脂摸粉 說自己是一個和平的代表 兩岸不會因為他當選 而發生戰爭 可是光是他講的那句話 就破功了 所以最終如果這場選戰 是回到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你可以看到現在各方 都在強調這樣的一個論述 包含北京政府都說 這就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這不要在那邊賴了 那戰爭跟和平 對台灣的年輕朋友來說 這個投票的時候 他們就要多想一想 就是說他投這個人 他原本說沒關係 他雖然不會贏 可是我投了他 表示我支持他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就要想了 如果我投一個不會贏的人 那麼最後的結果 是我可能要去打仗 那我就要想清楚 我要把那個 讓我打仗的人先拉下來 甚至有一些年輕世代 可能支持民進黨的 他也要想一想 我再怎麼挺民進黨 我真的要最後要面對戰爭嗎 所以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對民進黨來說 現在最大的一個痛點 那麼他當然就要找一個 大的議題來轉移焦點 那這個時候中國大陸 永遠都是他們最好的救火隊 所以他就拿這個戒選的問題 把它拿出來把它擴大 但是坦白講 就是說這個里長 到中國大陸去旅遊這件事情 我要先講第一 就我們選過地方立委的人都知道 里長常常出團去旅遊 但是不一定都去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也有去什麼泰國 什麼東南亞 就是里長有的時候 他們自己什麼里長聯誼會 他們就自己會交個錢 說我們就組個團就去了 那所以你說 里長一定都是去中國大陸嗎 也未必 里長也常常組團去別的地方 那第二 里長只有在這個時候 去中國大陸嗎 沒有 里長去中國大陸這種參訪團 因為中國大陸很大 有很多非常不錯的景點 而且相對來說 就有些二三線的這個觀光景點 他們覺得說這個CP值很高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過去這幾年來常常發生 就光是我在從政的20年來 我們的這些選區里長去中國大陸 組團旅遊 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了 所以這根本不是什麼新聞 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你說中國大陸因為台灣的 這個里長跑去參訪 然後這些里長就會回來改變立場了嗎 笑死了你也太看不起台灣的里長了吧 台灣的里長雖然是最基層的民意代表 他們也有他們的立場 就我自己最清楚了 我的選區支持民進黨的這些里長 不會因為跑到中國大陸去參訪之後 回來就支持我孫大謙了 哪有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如果這麼好 我就去開個旅行社 每天去辦里長旅遊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個時候你去炒作里長的界選 不外乎就是第一 你轉移焦點 把這件事情把它炒大 就中國大陸在背後操控選舉 那藉由這件事情重新彌補 他跟美國之間的一些裂痕 就是讓美國的疑慮暫時先放下來 那麼第二個重點就是產生寒塵效應 因為選舉最後 我們只剩下差距大概幾%了 那這個幾%有幾種可能可以跨過 第一種可能可以跨過的是氣保 那麼如果氣保沒有辦法發生 另外一種就是單純的硬邦邦的靠陸戰 那靠陸戰就要進行全面的動員了 不管是派系 不管是組織 不管是黨部 在動員的過程當中 誰扮演最關鍵的角色 當然是里長 我們選的立委都要吹票了 你更何況選個總統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做這件事情很簡單 他嚇阻了里長 用寒財效應壓制住里長 讓里長接下來不敢動 反正你支持藍營的里長 在這個時候你再動 那麼反正你被我用這個 反滲透法再辦了 那麼違反選霸法再辦了 那麼這些里長當然就會收斂一點 所以在最後關頭 只要國民黨基層的這些里長不動 不敢動 那麼當然對於最後的吹票 對於最後的拉票來說 一定會造成一些困擾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大家為對照相當elling 經理的砂漠 Food krij